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丽莎白家族的贵族血统延续了几百年 以至于她后来结婚都不需要改从夫姓 伊丽莎白从小受到严厉的教育 除了礼仪 古典文学 数学 多国语言 作为贵族品质的威严和冷漠必不可少 小伊丽莎白如母亲所愿 早早扼杀掉自己的侧淫之心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 残忍和镇定 她可以平静地将一只小鸡活埋 于她而言 这也不过是个游戏 含着金汤匙出生 除了对极致之美的追求 她几乎什么都不缺了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漂亮婴儿 忍不住说以后要嫁给这个小孩 母亲冷冷地回答她 等她长大 你都老了 年华老去是女人最大的敌人 这样的观念早早地扎进她的心里 然而谁也想不到 一向高傲冷漠的伊丽莎白 会和一个仆人之子偷食禁果 青春的躁动 男孩美丽的面旁 她完全抵抗不住 结果便是 男孩在她面前被活活打死 她后来生下的孩子也被强行抱走 她那痛彻心扉的情感 在旁人眼中 也只是贵族的一个成长小插曲而已 即至十五岁 伊丽莎白嫁给了指服为婚的费伦茨 费伦茨送伊丽莎白的结婚礼物 是一座城堡 以及周围的十七个村庄 婚后 丈夫常年在外带兵 伊丽莎白掌管两个家族合并后的家业 抚养孩子 以及养着一个得利心腹兼情人 达亚 凭着出色的管理和理财能力 伊丽莎白积聚起庞大的财富 很多波西米亚和波兰贵族 都是她的债务人 甚至连国王都向她借钱 彼时奥斯曼土耳其如亲匈牙利 丈夫在前方抗敌 屡立战功 伊丽莎白则建起一所医院 专门收治穷人 伊丽莎白虽然笃信上帝 但也相信许多异教理论 她对化学实验感兴趣 认为男女平等而不同 并且支持宗教改革 夫妻俩强强联合 很快成为整个王国最具权势的家族 他们养的私人军队 是抵御土耳其的重要力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一次凯旋规来后 费伦茨突然病逝 她至死也不知道 自己战功赫赫 却因轻狂的态度 引得国王猜忌 所谓功高震主 国王赏赐她的金杯 实则是她的催命符 成为寡妇的伊丽莎白明白 当务之急 要对外展示出强硬的姿态 以保护家族财产 否则就会有人以 她只是个女人为由 抢夺他们的财富 她将家事交给最信任的达亚 然后亲自去王宫 与国王谈判 她的军队将继续为国王效力 而她无需旁人来帮助管理财产 至于国王需要支付的士兵酬劳 可以继续延期 处理好这些后 伊丽莎白得以松一口气 她已然成为全国 最具财富权势的自由女人 在一次贵族晚宴上 在座的人 皆知这位女伯爵财力雄厚 主教提示她 可以依靠教会来保护财产 她直接说道 我有权决定 给不给教会捐款 伊丽莎白信仰上帝 对教会却颇有微词 在这个男人自诩 比女人聪明的世界 伊丽莎白的聪明才智 很难得到由衷的赞赏 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 她意味着高贵血统 财富和军队 这波费伦茨尸尸骨未寒 就有人迫不及待 想与她联姻 此人是时任首相的土耳索 土耳索平民出身 靠婚姻得到爵位 伊丽莎白直言 自己的贵族血统 已经穿成几百年 两人并不相配 身份 财富 权力地位 政治婚姻能带来的东西 她都有了 如果说此时 还有什么能打动她的 又或者说 这个女强人身上 还有什么突破口 那大概是爱情吧 在此舞会上 伊丽莎白遇到了21岁 刚完成学业的伊斯特 不巧的是 伊斯特正是土耳索之子 伊斯特亲厚的面庞 汇精世俗尽营 一下子就吸引了伊丽莎白 而伊斯特也被这位成熟美丽的女伯爵 所吸引 两人恭舞一曲 然后这两个相差近20岁 身份悬殊的人 当晚一起回到伊丽莎白的住处 肉体的欢愉点燃了伊丽莎白内心的激情 她心底风存的柔软 也随之苏醒 她多年来习惯性的理智和防备 在这个年轻人热烈真挚的柔情里化开了 这是一种她过去30多年生命里从未体验过的美妙感觉 不同于年少时的荷尔蒙作祟 更不同于政治婚姻里的夫妻之道 或许旁人无法理解 但毫无疑问 他们相爱了 第二天 伊丽莎白要回自己的领地 伊丝特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了她 并承诺每个星期会给她写信 伊丽莎白很受用 只是看到自己不再光滑的肌肤 她心里有点不舒服 回到城堡 她立刻让达亚给她找润夫友 达亚提醒伊丽莎白 年轻人是很容易变心的 但伊丽莎白认为达亚是在吃醋 不久后 伊丝特来了一趟 她父亲给她安排了一桩婚事 对方是丹麦富商的女儿 伊丝特并不情愿 她说她心里只有伊丽莎白 伊丝特走后 许多天没有来信 伊丽莎白坐立难安 她设想了种种可能 她最害怕的是伊丝特变心了 爱上了年轻的 有着和她一样光滑皮肤的女人 爱情成了她的软肋 时间拿走了她的高傲 不久后 她终于收到了伊丝特的信 抵不过相思煎熬 她决定立刻去见伊丝特 这一次 她等了许久 伊丝特才匆匆赶来 她说她准备逃婚 跟伊丽莎白私奔 去她的领地 她没有时间细说 而她只能继续不安地等待 第二天 她没等到伊丝特 第三天 第四天 没有任何消息 她写给伊丝特的信 也没有回音 难道如母亲和达亚所说 年轻人是很容易变心的 她的心仿若骨虫在适咬 但其实 伊丝特是被父亲囚禁起来了 土耳所明确无误地告诉儿子 她绝不会同你结婚 因为你的血统不够高贵 为了让儿子死心 她谎称伊丽莎白 另有新欢 然后派人押送伊丝特 去丹麦成婚 伊丽莎白和伊丝特 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然而伊丽莎白 已沉浸在对伊丝特 无穷无尽的思念中 思念成直 对伊丝特的渴望 竟然促使她划开胸部皮肉 把伊丝特的一缕头发 嵌在胸前 这个时候 一个新的追求者出现了 此人是多米尼克伯爵 尽管伊丽莎白 从没正眼看过她 但她似乎不在意 她一边试图用假消息 打消伊丽莎白 对伊丝特的念想 一边射套自己伊丽莎白的情绪 此话犹如魔咒 击中了伊丽莎白 回去后她就病倒了 雪上加霜的是 几天后她收到伊丝特的来信 信中说 当她见到17岁的漂亮妻子后 她才明白什么是爱情 她很抱歉 之前错把尊敬和崇拜当成了爱 她对女伯爵的感情 很大程度是因为女伯爵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魔咒越估越紧 她确信 她因年华老去而不配拥有爱情 她的性情越来越暴虐 她拥有一切 唯独爱情得而复失 将她如何甘心 多米尼克给了她一个出口 她说她享受疼痛带来的快感 请求伊丽莎白成全她 这一切都被打压看在眼里 她觉得伊丽莎白魔正了 忧心忡忡地提醒伊丽莎白 多米尼克居心叵测 但伊丽莎白已经听不进去了 她整日坐立不安 心烦气躁 一次 她发脾气 用梳子打女仆的头 结果降了一连血 那一瞬间 恍若魔鬼闻到了血腥 清晨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她擦着脸上的血 竟然觉得皮肤变光泽了 联想到处女之血 可使人永保青春的传说 她深信是女仆的血起了作用 果然 女仆尚是处女之身 她赏赐了女仆 并用女仆纱布上的血 涂抹皮肤 隔天 她让人把女仆的伤口结痂截掉 再次取代血纱布 如此周而复时 但伤口终究还是长好了 于是她干脆让人 直接从女仆身上取血 而她对血量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 在多米尼克的恭维下 她深信 处女的鲜血 让她变年轻了 几个月后 女仆身上布满伤口 整个人异常苍白 不久就死了 然而 地狱之门已打开 那个有着金色阳光的清晨 女仆的血没有滋润她的肌肤 却浇灌了她的心魔 城堡里的女仆 一个接一个死去 她甚至找人 发明了一个铁笼子 把女孩放进去 可以快速而彻底地放血 后来 城堡周围 不断有年轻女孩失踪 再后来 不仅平民家的女儿 一些低等女贵族 也成了女伯爵的笼中鬼 这些女孩 没有教堂葬礼 她们的躯体 被丢弃在野外 喂饱了野狼 接连有女孩失踪 自然引起人们的猜测 渐渐就有女伯爵 吸血地传言 当地神父 写了一封举报信 然而信还没送出城 神父就被灭口了 伊丽莎白百般防备 却没防住枕边人 一天半夜 多米尼克溜进地下室 带着伊丽莎白的日记 连夜逃走了 伊丽莎白还没来得及 想对策 就传来消息 达亚死了 达亚的死状 和那些失血而死的女仆一样 她想用自己的生命 劝伊丽莎白停手 伊丽莎白心里百味杂陈 她决定收手 去维也纳看望孩子 然而车行半道 愤怒的人们袭击了马车 她只能折返回来 接连的精神刺激 她又病倒了 看到镜中憔悴的自己 魔鬼又张开了血盆大口 她命令仆人 立马去找女孩子 仆人招来一个 只有十二岁的女孩 女孩是个孤儿 头上系了一根黄丝带 伊丽莎白想起来 她见过这女孩 那条黄丝带 还是她送的 那时候女孩还小 她也还没变成现在这样 她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 然而阴谋的触角 已紧紧绝住了她 多米尼克不能让女孩出逃 而提前走漏风生 这是她与托尔索 布下的天罗帝王 伊丽莎白若不魔症 如何成为人人口中的 嗜血恶魔 她们又如何接手 她的财产和军队 对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 致命的一击 就要到了 土耳索召回伊丝特 让伊丝特去逮捕伊丽莎白 一是让对方放松警惕 二是让儿子彻底死心 接着 她找到伊丽莎白 在维也纳的孩子 告诉他们 他们的母亲已经成为恶魔 孩子们惶恐 抚养孩子的是伊丽莎白 那没有子嗣的姑姑 如果伊丽莎白被抓 那她将成为孩子们新的监护人 国王也接到了指控伊丽莎白的案子 大臣提醒她 如果女伯爵被定罪 那她欠的钱就不用还了 完美的理由 国王果断签了 针对伊丽莎白的调查令 再次见到伊丝特 伊丽莎白心里毫无怨恨 她看着这个 和她日思夜想 深深着迷的人 心里是激动和喜悦 伊丝特并不相信对伊丽莎白的指控 当晚 这五年以来的误会 一一解开 两人又浅浅了一番 然而 正如五年前 伊丝特相信父亲说的 伊丽莎白不会和她结婚 此刻的她心里 对伊丽莎白是否杀人 一样存有疑虑 她爱她 但她对她的爱 并不足以使她 毫无保留地选择相信她 半夜 她爬起来 随着关门声 一滴泪从伊丽莎白眼角滑落 她知道她迎合而来 地下室散发的尸体腐臭味 让伊丝特不得不相信 伊丽莎白犯下的罪孽 第二天 伊丽莎白正式被捕 她的几名贴身仆人 被施以酷刑 招供后 随即以供犯罪名处死 伊丽莎白则被判定 杀害了650名少女 但没有被正式定罪 土耳所以保全女伯爵名誉为由 没有让她上审判庭 并销毁了这起案子的 证据和资料 她没有做任何辩解 只是质问土耳所 为了财富 你要牺牲多少人 她知道在她身后 将有一个嗜血女伯爵的故事 让人们津津乐道 她聪明一世 却走进阴谋的黑夜 她开设医院救治穷人 自己却又成为柜子手 但她并不后悔 伊丽莎白签署了所有文件 城堡由她的几个孩子继承 她的财产和军队 则转到土耳所名下 而国王对她的债务将被免除 随后 她房间的窗户和房门 被专享气死 只留送食物的小口 她将被囚禁于此 在不见天日的房间里 她一遍遍质问上帝 为何给她爱情 却要包裹着阴谋 既然她有罪 为何又不让她死 刚过往一遍遍 在脑海里回想之后 她确信了一件事 上帝是共谋 伊丽莎白的信仰崩塌 她不必再忌讳 自杀要入地狱 现在 她需要做最后一件事 赎罪 她咬腕自尽 曾经不可一世 高贵的女伯爵 被草草葬在乱藏岗 如她所料 血腥女伯爵的故事 果真被后世津津乐道 那个权倾一时 富可敌国的精明女人 居然因对青春美貌的执念 而造下罪孽 走向毁灭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新年礼物给您想好了 你不必再次伤害 你必须自一天 你必须自一天 你必须负尽 你必须负尽 给自己和他一份好看又有温度的新年礼物 喜欢的K星人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微信搜索K星人的店 把泰斯周莉带回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